好 主播各位观众带来关心民主党主席柯文哲政治金流疑云还没结束 结果近期又被曝出其他的争议 像是他昨天被爆料说五月的时候以个人的名义 花了4300万元现金购买立法院附近的私人办公室 另外今天又被曝出蔡壁如在去年选举立委的时候 把人事费拆成300多笔的交通费涉嫌违法 我们来听一下柯文哲回应 我跟你讲那个账还要等那个 我们要看那个会议室公会到底能不能配合 因为那量实在太多了 他们有回你吗 就是会议室公会 他们要依序找人啊 主持人在台湾大楼新家是被曝没有装修许可吗 而且蔡壁如庄也被曝作奖账 蔡壁如庄也被曝作奖账 好 可以看到柯文哲民的媒体追问 都没有回应 甚至蔡壁如内体她惊讶了回应声 哈 就赶紧离开了 根据了解蔡壁如被曝说以人事费拆成300多笔的交通费 涉嫌违法申报百万元的不实费用 那而且呢 她这件事情可能是规避了法规 怎么说 她可能涉嫌违法未照文书 以及说规避的劳保还有逃漏税之余 所以呢 外界也相当好奇柯文哲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另外也又被曝说台湾大楼新签订 她未经许可就来进行装修 今天北市府也要来查查 那近期柯文哲真意一箩筐 那到底何时才能向民众交代 她也说她会尽快来开记者会 以上找到最消息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 我们接下来追踪 蔡碧如被报出去年在立委选举的政治现金账目 涉嫌已超过300笔的交通费为名目 拆账申报人事费用金额破百万 涉嫌来申报不实 恐怕是有味道文书的嫌疑 在此呢 蔡碧如有最新的回应 她表示呢 政治现金都是依法申报 这是我们收到蔡碧如的最新回应 再来关系就是柯文哲被报出 在今年五月份呢 则是用选举补助款 买了4300万的商办 登记在了自己的名下 就遭到其他党的议员质疑说 是不是要规避监督 在此呢 陈志涵马上推说 这跟前总统蔡英文有个人办公室一样 那随即呢又遭到了蔡英文办公室打脸 说从来没有用任何的补助款买房 柯文哲被报豪洒选举补助款买自用商办 被发现当下民众党又是那套 蓝绿也这样 难道阿贝错了吗 就是个人的办公室 像我们看到蔡英文总统 他卸任之后或者是 他算在担任党主席的期间 还有个人的办公室是一样的意思 说是学别人的 但前总统蔡英文办公室立刻发声明打脸 参选以来从不曾使用选举补助款 购置不动产 卸任办公室也是租的 说到2024其余候选人 赖兴得的1.6亿补助款 用来做公益照顾党员 侯友宜的1.4亿 通通回捐给中央党部 可没人买房 只有柯文哲的补助款 7000多万进了自己口袋 近年来国民党财务拮局 过往的总统选举补助款 多用于基本的党务开销 以及指令党工的薪水 买房时机也疑点重重 民众党在2024年4月 就被监察院告知 账务短缺2700多万 柯文哲五月初也爆发 涉嫌图立北市科金华城等案 结果就在5月10号 急着搬现金换房 吞妙必争也让外界质疑 柯文哲在急什么 那是不是要规避一些监督呢 因为他毕竟现在不是任何的党 公职 他不需要做任何的财产申报 可能很多小草都觉得 为什么我的爸爸不是柯文哲 原来他的勤检是把政治捐 政治补助勤检到自己身上 国民党议员游赎会议也颁出选霸法 强调政党候选人补贴都由政党领取 柯文哲喊参考其他人 结果看起来只有民众党很穷 但主席负得流油 东森 有几职顾问其实是准公务员的身份 所以不得涉入政党活动 也因此呢 他没有办法来参加民众党的高层的党务工作 其实是因为他现在正在担任台中市政府顾问 这样子才是一个因果关系 所以呢 在这个访问当中 有可能有一些这个因果措置的地方 那至于我个人有没有要投入选举 事实上我加入台湾民众党之后 我们的主席 柯文哲主席 所交付给我的任何的任务 我都是全力以赴去执行 过去是如此 未来也是如此 不管怎么问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就事不说 这回他现身台南神情看似轻松 不过外界关注这场活动 是民众党爆发政治现金假账营运后 柯文哲与昔日心腹蔡碧如同场 蔡碧如不仅没有亲自迎接他 真正的活动更是不公开 两人互动如何 只有场内人才知道 因为蔡碧如先前抛打党中央 狂唱时任总干事黄山山要负起政治责任 殊不知蔡碧如的声声喊 客问者看似不为所动 屡次强调黄山山负责善后 先稳住正脚再就责 只是主席这条政治路 是否已经走得如履薄冰 陈志涵案子说蔡碧如 哎呦 每次都在问才是见凤插针 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还检讨党内有些事见凤插针 被指引是暗讽蔡碧如 柯文哲对此事不多说 同样嘴巴紧闭的 还有被剑职的当事人蔡碧如 两个女人是陈志涵跟黄山山 我在这个外围这么 这样嘛 假日就不回应这样的新闻了 被问到黄山山关键字 蔡碧如避而不谈 反而话甲子全开 谈自己未来在党内角色 我是不可能回到中央党部去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小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本来就是应该要有人到各个地方去开支善业 甚至到各个地方去做先锋 来做这个地方组织的一个发展 柯文哲与时日心腹蔡碧如见面 男人关系早已不如从前 但在镜头前心里就算有再多怨言 也不好意思把怒气展现在这么多小草眼前 东森新闻之中先综合报道 昨天也有找黄山山来讲 我跟她讲说辞职最简单 屁股拍一拍就走路了 现在整个散后小组还是你要来负责 言下之意就是没要让黄山山走人 柯文哲似乎有意定调陈楚就到财务长为止 但就怕这样难以平息党内怒火 尤其开出党内第一枪的 就是过去柯文哲心腹蔡碧如 这回黄山山马失前提 蓝眼高喊要柯文哲快醒醒 这主席让黄山山处理散后小组 给她败布复活的机会 但整个民众党被淋死几天了 过去黄山山拿假民调破坏蓝白河 有想过民众党的死活吗 有想过再也的成败吗 也有民众党人士分析 开展黄山山黄国昌将掌握 民众党团一切主导权 不小心就会向蓝眼过度倾斜 黄山山是能维持柯文哲黄国昌 恐怖平衡的棋子 善恶小组这是行政的事 中平会陈主那时候他们另外这两个是互相独立的事件 我觉得这样 谁的责任谁就去把它扛起来 把它做好 这才是负责人的态度 柯文哲主席应该好好思考 如果执意全党互三三 所托非人的下场就是让民众党继续失险 柯文哲政治现金因声报不实 如火烧连环传 民众党全把错推给会计师 但柯文哲却对该负起全责的黄山山如此佛心 只怕难以扶重 东森新闻陈上云叶婷在台北长岛 柯文哲竞选总统期间 使出浑身解数酬粮草 但酬到的竟是一叠一叠的钞票吗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被发现有14万多笔的个人捐赠 其中现金比例高达93.7% 远高于汇款数量更超越蓝绿 账面上看起来甚至有300多人 是捧着10万元现钞应援 与标榜年轻知识者最多的形象 明显很不一样 昨天就已经大胆猜测 这肯定又是一个低级的申报错误 因为如果使用第三方金流平台的话 他会扣除手续费之后 将剩下的钱汇入你参选人的政治现金账户 柯文哲竞选总部 阿伯你又报错了 医人进一步分析 柯文哲使用了第三方金流平台应援科技提供的捐款服务 该公司也发声明表示 会在扣除手续费后 拨款进候选人的政治现金专户 并开手续费发票 其会告知透过系统代收的捐款 申报监察院时应选汇款为捐赠方式选项 因此按照柯文哲登陆了971万余元的平台手续费 以百分之三计算也就是应该有3.23亿多的刷卡小额捐款 预言推测柯文哲应该是把线上捐款误报成现金了 柯文哲也坦诚真的怪怪的 这一看就知道是错误了 这表示当时要过错了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都是透过网络的小额捐款 我们哪有那么多现金很少 至于有没有猜账 这个就要实际去对才知道 政治现金申报漏洞百出 一看就知道了错误 就不知道以建立SOP为最有名的柯文哲 为何在被他党发现之前 自己人都看不出来 东森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 穿上KPT恤和帽子 柯文哲当起模特要行销自己的募款小物 吸引一堆小草疯狂斗内 但随着政治现金爆假账争议越演越烈 就有党员抱怨当初小额政治捐献 却没凭据也没抵到税 质疑这些钱到哪去了 竞选小物都是透过木可公司来去购买 但是木可公司到今天为止的金流始终不明 那是不是应该负责任的对外公开 木可公司这一边到底你卖小物赚了多少钱 监察运给的政治收据 其实就是给进中或是中央党部 最终是由党中央自正式的收据来给捐款者 不少支持者和党员都以为捐款买小物 是支持柯文哲和民众党 结果捐出去的钱至今流向不明 邀请李文忠兄妹负起他们的责任 公开透明的让大家知道 不要让小草们觉得又被当韭菜 遥远有那个来我们登录我们就处理 小草的质疑柯文哲必重就轻 而前幕僚柯玉安沉痛发文 他说在2018年竞选期间 当时人力一样不足一样在选前两天 上网公开所有的竞选收支戏目 而且内容都经过财务监督委员会的专业查核 集体决策集体负责 没有任何个人可以擅自调节 如果这样的做法在当年成为一种SOP 为什么到了今年所有过去的惯例完全荡然无存 过去柯文哲已清廉公开透明自豪 现在不止沦为笑话 恐怕也让支持者心寒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来听柯文哲回应政治现金的争议 如果可以建议的话 将来整个选举账户也一并使用 这样一开始就会有一个 终究还是在变子化 这样才不会像这次这样 整个账真的是乱七八糟 我昨天大概看了一下 他们把有问题的账端抽出来就一大跌了 从这什么五万六去登陆成五千六了 一大堆错误 数字错误真的还不少 所以第一个财务监督委员会的建立 第二我们还是要建立长期合作的律师团 像这一次他们被传讯 我们就发现奇怪 我们律师真的随便抓 因为平常也没有做准备 那政党是一个很容易去牵涉到法律纠纷的一个团队 所以还是要建立一个 长期合作团队 第三点 我们党内那个应变小组要重新建立 我们在选举期间也有一个比较简单的 以这次案例 我倒觉得 其实社会大众不是怀疑 柯文哲的诚信 社会大众怀疑的是柯文哲的自国能力 因为那个事情发生以后 那个处理还是 在我们看起来还是方向走板 所以我们会依到我的惯例 还是会写SOP 启动标准 比方说有三家媒体报导同一件事情 他就要启动 那个紧急应变小组就要开始启动 那那个 包括哪些人 职务 职务代理人的顺序 这种都会重新建立 最后一点是这样 我昨天也有找洪珊珊来讲 我跟他讲说辞职最简单 屁股拍拍就走路 现在整个三后小组还是你要来负责 因为当时你是总干事 那现在出事了 这些查账 还有相当多的数量 必须要在监察院的登陆系统去更正 那刚才你讲的 这种查账的结果 与其陷入被动 让媒体每天抓一两个错误来打 不如我们就定期 把每次查这样的进度 发现什么 直接跟社会报告 最后还有一点 面对这种媒体的抹黑 还是要有新闻回应的能力 所以我们至少 从今天早上9点 在中央党部就开始开会了 有一个完整的 一个组织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财务进入委员会 长期合作的律师团 用变小组 散落小组 都还在今天启动 最后是这样 台湾民众党成立以来 还是遇到很多困难 其实看我们过去这五年 但是每一次我们都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继续往前进 所以这一次我也是 跟大家讲 我们不会被挫折打倒 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 继续前进 我们还终究 最后还是要改变台湾 主席但是因为你说不会干涉中平会 但你刚刚又说黄生生应该要来处理善后目的 所以这样是代表说他不会被开除党籍 这个是这样啦 工作 等一下 这个我有这个 沉间会流鼻涕 早上都过敏了 这是这样啦 善后小组这是行政的事 中平会陈处那是他们另外 这两个是互相独立的事件 我觉得这样啦 谁的责任谁就要去把它扛起来 把它做好 这才是负责人的态度 主席刚刚有说 现在这样你们里面都看得差不多了 那有发现到你申报的个人捐赠收入当中 现在被发现说这个现金捐款的比例是高达9.3 那大家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 另外还有有没有发现有刻意把这个捐款金额拆成多笔申报的状况 第一点喔 这个账没有都查完了 查完就好办了 我们事实上捐款大概有18万笔 支出大概有1万笔 那如果再把中央党部的算进去 中央党部那边也有3万笔 老实讲喔 有人在嘲笑我们 他说你们就是诚实申报 你看那个国民党才报2亿 那个是你们怎么可能是2亿 你们还乖乖真的去申报了3亿多元 我的态度是这样啦喔 我们还是要建立台湾的一个新政治文化 诚实申报 当然有人说报的越多臭越多 被抓到有问题的越多 但是我倒觉得是这样啦 诚实申报按照制度走 如果我们哪里有过失再去把它改变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文化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喔 第一点喔 我们那个报仗里面 他们现在真的一比一看问题很多 所以表示我们真的还是要建立电子记账制度 然后呢你说那个什么现金跟那个 这一看就知道是错误了 这表示当时又够错了 因为我们绝大多数都是 透过网路的小额捐款 我们哪有那么多现金很少 至于有没有拆账 这个就要实际去对才知道 是那因为现在台南市党部爆出说有捐款 然后但是没有凭证或发票 那现在对仗有包括这地方党部的部分吗 对嘛 如果有抱怨有那个来 我们登陆我们就会处理嘛 那等一下跟蔡壁如合体会预计有什么样的互动吗 那现在党内有声音就是可能让蔡壁如回来党中央吗 其实他也没有离开党中央 他也是 今天去的那个活动就是 他是在组织部底下那个创新创业委员 他也是监主委啊 他也是在负责我们整个那个跟新创事业联络的人 一个主要的召集人员 所以我倒觉得是这样啦 在这个党里面在哪个位置都有在工作 对这个组织有帮帮忙 这样就是了嘛 但是这个金华省案被爆出了一个神秘会议是Day Zero 然后开完会之后 你们就有接到那个陈勤 然后是当时您好像就希望 毒法局可以来赶快来处理 这个这个是这样啦 像这个就是典型的例子 那个我在下楼之前我们的发言人吴宜萱他特别打电话给我 他说那个李正浩 他讲的那个我老实讲 那个就是议员便当会嘛 我在当市长的时候在每次总咨询之前 如果愿意来的议员每个人分配三十分钟 他把他的问题就先写好 然后会交给局处你知道 去做演理 然后来当场就三十分钟 一条一条你要求什么 我们回复什么 这个是行之有年 我大概帮八年市长都有这个制度 一年两次嘛 在总咨询之前 其实那就是应小微的一个陈勤案嘛 所以这个都一样 参加的人喔 从这个府会联络人到 就是议员要求的议案的相关的局处 都会所长都会苏醒 好 我们听到柯文哲 是针对了包括金华城案 还有这个民众党的政治现金 一一做了说明 可以感受得到这个阿伯 真的是好感冒的事喔